早前四名偷渡客在加美邊境前往美國時被凍死事件 顯示兩國難民問題的一個新趨勢 梁超明報導 上星期三在緬省加美邊境被發現凍死兩名成年人 還有一名青年和一名嬰兒展示加美移民和難民問題的漏洞 雖然在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年代不少美國非法居民試圖潛逃到加拿大 甚至南美難民非法越境美國等趨勢近一年開始舒緩 但印度裔非法入境者由本國反向潛入美國近月就成為新趨勢 越來越多人為了進入美國無所不用奇蹟 甚至不惜抵禦嚴寒天氣橫越緬省方圓前往美國 事實上這次難民凍死事件本身是一次大規模非法入境事件的一部分 四人被發現前美國邊防人員成功阻截了一架載著15人的客車 上有至少四名印度裔非法入境者 而被控協助他們的47歲司機Steve Strang 本身亦被指與另外三宗非法入境事件有關 專家表示無論非法移民由哪個方向越過加密邊境 都說明兩國移民法有改善必要 再按下一個點位置 都說明兩國移民法通常 兩國移民法通常 撐